這種問題才是比較我們比較會遇到的 所以這邊你要觀察一下他們給的幾個條件 第一個問題 實體裡面他給的條件是 CTA是落在180-200系之間 所以這個CTA明顯的是落在地底向線 一三向線 然後他給你的條件是 如果Posine CTA等於負到3分之5的話 問你CTA的半角 Posine的半角跟天拳的半角會分別等於多少 那我們來試試看 CTA的180-200系 Posine CTA的A負到5分之3 所以我們要找半角 所以你先找一下2分之CTA落在哪裡 CTA是在180-200系 所以中間的CTA除以2的話 那180-200系也通通要除以2 180除以2是多少 90 這是130 所以2分之CTA落在地底 2 第二的話散為正 Posine為5 天拳為4 那我們先把CTA跟CTA算出來 CTA的CTA來負到5分之3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上CTA的半角 CTA的半角方式 因為它落在第二向線 所以我要取 負的 根號 注意看喔 分子的地方應該是1加還是1- 1加上 CTA的負 CTA的話是負的5分之3 好 所以這裡算出來應該負的根號2分之幾 1-5分之3等於5分之2 對吧 5分之2 沒有寫啊 分子是5分之2 分母還是2 所以這時候算出來它會等於多少 負的根號5分之1 可以把它寫著負的根號3分之1 好 所以CTA的半角我找到了 這第一個 CTA的半角找到了 第二個 你可不可以找CTA的半角 可以吧 CTA的半角的話 這裡1加改成1加 1件 改成1件 不過到這邊其實 因為我要找的是半角 CTA知道的話 我可以用定義來找就好了 可不可以 可以 不一定說我一定要公式來寫 所以第二個小禮物 如果今天不用公式的話 我可以畫一個簡覽 把這當直角 找一個這個角的直角算 這個角度 我把它按著2分之7 CTA的定義是斜邊分之0邊 斜邊分之0邊 所以對邊你覺得應該是多少 等號我負印 所以對邊 多少 2 正號是負2 怎麼 因為它落在第二項線 它最後是正的 所以從第二個 這個圖形裡面 我就可以寫出 sin的2分之7 它就等於 5根號5分之2 總理我可以寫出天句的2分之7 所以負的多少 2 負2 因為天句是x分之y 負1分之2 那就等於負2 所以我可以用這樣嗎 第一個我用半兩方式把它算出來 然後第二個跟第三個的話 因為都要找半獎 那我就用定義 這樣比較快一點 所以第一個我們用過公式就好了 第二個跟第三個的話 就可以直接換一個方式來把答案找出來 好 把它補充一下 然後把旁邊的電影